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性在太空中的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并不明显差异 我们都可以高标准地完成与男性航天员同样的训练考核 而且女性的很多生理心理特征能在太空中发挥优势和男性航天员形成固定 这对于成功完成狭小空间长期驻游任务带来的挑战是非常有方向的 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商店航天的发展 女性参加太空飞行就变得越来越负变 希望所有怀开着太空梦想的女孩 守护好自己走向星辰大海的愿景 总有一天在不知不觉中 抬头一看发现梦想已经出手可及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触碰到 曾经我梦想着当一名教师 后来我期待着踏塞太空 却从没想到这两个梦以太空圣课的形式同时世界了 我喜欢做一名太空教师 面对着屏幕前包括我女儿在内的可爱的孩子们 用我的授课在她们的心中种下好奇的种子 插上内向的翅膀 我会一直坚持自己所热爱的航天事业 用自己的正能量去吸引我们的下一代 爱上飞行 爱上航天 激励更多的女性进入科技行业 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女性 参与到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 对于今后人类大规模长期探索太空 将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 将促使我们探索太空的事业 蓬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这也有助于努力广大女性 勇敢追梦实现精彩人生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空间站是我们在太空中的家 有很多很多的女性总师们 对这个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她们的付出 使我们的太空之家更加安全分析 各位女性朋友们 尽管我们的国籍民族职业各不相同 但全世界的女性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这个世界充满合力 更加和谐温馨 借此机会 我要感谢每一位女性同胞的一次奉献 也祝愿每一位女同胞在自己的心空中 为我们所爱的生活和事业 采结最璀璨的心